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迟滞已恒的故事 前阵子,日本知名摄影师《深山大道》的作品在美展出 有朋友去逛过之后,大师所望地表示 这就是大师的作品吗?和一般人拍的作品没什么两样吗? 相信这也是不少人对于部分艺文创作者被尊为大师感到疑惑之处 作品明明看起来很普通,为什么会被称为大师? 以《深山大道》为例,他最常使用的相机 其实是一般人也会使用的傻瓜相机 而我个人认为,其作品的特殊性并不在于构图等技术性的面向 而是他本身作为摄影师 今年累月地在街头不断地不断地大量地拍摄 所累积出来的经验厚度 这些东西贯穿累加起来的东西 才是《深山大道》作品的力量 就像天天在报章杂志上写文章的作家 作品不可能永远保持高水准 人或多或少会碰到低潮或身体不好的时候 此时,就算能坚持写作 作品水准也无法和平时的水准相比较 从单篇作品的水准来看 一般人或许可以写出超越这些天天在包章杂志上 刊登稿件的专业写手 然而,如果要一般人也和专业写手一样 天天、周周、月月、年年的 不断地不断地写 长期稳定的供稿 给报刊杂志 无论殷勤圆缺 你家生小孩 还是亲人生病 总之,没有任何理由 就是要不断地写 恐怕能够做得到的人就少了许多 运动员也好 音乐家也罢 作家、摄影师都一样 专家达人的强韧之处 专家与业余的差别 不在于个别作品本身 而是在能否长期持续地 不断反复地做同样一件事情 保持一定水准 还能乐在其中 乐此不疲 简单的事情持续做 就不简单了 专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专家 说穿了 秘诀也只有一个 持续不断反复地做同一件事情 务必要求每一次 都比上一次做得更好 纵然偶尔有失误或低潮 但度过之后 却可以再判高峰 且继续持续不断地做同一件事情 希望这个故事对大家学习成语 有所帮助 喜欢的朋友也请订阅 点赞 留言 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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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